太空衣 中國的太空衣是中國自己設計製造生產出來的 中國現在有颱風戰天宮 中國的嫦娥到了月球 Sklover在那邊跑 各位你還記得中國第一個太空人 楊立偉什麼時候上太空的嗎 其實沒有很久以前 你記得美國登陸月球是什麼時候嗎 1969年到現在多少年了 50年了 中國花了多少時間了 不到10年 然後各位你看《絕地救援》裡面 有沒有發現 太陽神火箭 你再看看 2011年得7項奧斯卡 對不起 2012年得7項奧斯卡今天要講的 電影哪一部各位記得嗎 Gravity 記不記得 請問 Centra Block這個女太空人是什麼回地球來的 中國天宮太空站回來 各位老師 美國的太空梭炸掉了 國際太空站炸掉了 只剩下中國天宮太空站 美國太空人沒有中國天宮太空站的話 美國太空人也回不來 你會發現現在各種這種娛樂性也好 或是其他的 其實從這個公眾的娛樂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中國的太空勢力 真的是不容小氣 有沒有發現 事實上是如此 事實上真的是如此 好 我們回到這邊來看吧 我們大概講完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跟各位 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請看 人類登陸火星要花多少錢呢 各位 你可能真的要動用手指頭來數一下 十億百億千億 四千五百億美金 如果人類想要到火星去的話 四千五百億美金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range 也可以只花兩百億美金就可以 四千五百億跟兩百億差了二十幾倍 怎麼可能差二十幾倍呢 這跟策略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說人類出出得起這個錢呢 絕對出得起 不過這個時候就開始有很多雜音出來 我相信各位一定看過一種說法 你去火星 你去太空 各位 你花這麼多的錢 非洲每天死掉好幾千名兒童 死於飢荒 死於沒有乾淨的飲水 這些錢能不能救這些生命 能不能救這些生命 有人就發出這樣的形式出來 各位 針對這一點 我給各位看張圖影片 各位 剛才是去太空的付出的代價 這一張表是戰爭的代價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 2001年911發生之後 美國開始發動反恐戰爭 總共花了多少 我們不要說死了多少人 受傷了多少人 這個都不要看了 我們就看花了多少錢 各位 光是美國政府 就已經花了多少 10億 100億 1000億 兆 1兆6千億美金 平均來講 一個月 花67億美金 一個月 67億美金 光美國而已 平均 平均來講 在阿富汗 一個士兵 在阿富汗 待上一年 要花100萬美金 各位 很誇張吧 如果不把這個數字寫出來 你可能沒感覺 各位 我們講 20年前的波斯灣戰爭好了 波斯灣戰爭花了多少錢呢 波斯灣戰爭其實沒打多久 只打了半年不到而已 就結束了 各位 如果你還記得印象的話 波斯灣戰爭其實就是 今天ISIS能夠壯大起來的 最早的源頭 就是從這裡開始 各位知道 像那個什麼 聖戰士 什麼神學士 阿富汗的神學士 政權 這些 你知道是從哪裡起來嗎 最早其實是受 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援 所起來的 賓拉登 是沙烏地阿拉伯培養起來 沙烏地阿拉伯是美國的同方 為什麼要培養賓拉登起來 因為蘇聯入侵 阿富汗 要培養一批 對抗蘇聯的阿富汗政府軍 就派了 就培養了一批這些人 後來這些人 就慢慢的變成了 今天美國的 真的是 真的是如背上的盲勢 各位花了多少錢呢 花了600億美金 好可怕喔 各位 如果您覺得 1000億很花錢的話 那1000億的話去 起碼還有國際太空站 我們對於各式各樣 民生還有科技的發展 我們有著長足的進步 譬如說 在地球上面 有一些合金做不起來的 因為在地球上面有重力 所以 有重力就會 就會有 重的往下沉 輕的往上浮 的問題 所以在地球上面 要做出完美的合金 非常困難 同樣的道理 也要合成完美的化學藥物 用在深衣方面 也是非常困難 但到太空中 微重力的狀況下 就可以做成這樣 這些實驗 達成這些 我們的科學上的需要 所以這錢花了 值不值得呢 如此說來的話 其實其實是蠻值得的喔 可是各位 用在戰爭上面 值不值得呢 我想各位自己心中有意把他吃 各位老師 我為了 為了要在這個歐洲文化研究所在講的時候 我才去找了這些資料 我找了這些資料之後 連我自己都嚇一跳 各位老師請看 這是全2015年 全世界的軍事支出的比例 各位 美國佔55% 你說中國窮兵獨物 佔美國不到三分之一而已 全世界全部的軍事支出 所有的國防經費 全部加起來 才跟美國差不多而已 各位在看 我們就看美國自己好了 美國自己的全年預算 軍事佔54% 你能想像一個國家的總經費 54%用在軍事支出嗎 好可怕喔 你有沒有覺得 各位在看喔 好你再看這一張 這一張呢就是美國太空總數 不過美國很有錢 美國很有錢 所以他雖然佔了很少比例 用在這個太空發展上面 但是還是滿可觀的一筆經費 不過用在我們始終覺得 用在太空攤設上面 如果我們願意多還付出一點代價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做到更多 舉個例子來講 人類要回到月球去 難不難呢 1969年 50年前的那個破爛電腦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相信現在的電腦 應該安全得多 但還是很危險 的確是 但是人類要回去 應該是比50年前容易的太多太多了 人類不回月球是因為有其他的考量因素 但是那只是因為人類不願意而已 如果人類願意的話 要去 其實是可以 要去火星 是不是不可能呢 各位 可能的 但是人類願不願意而已 人類願不願意 反正幾兆美金 用在太空上面 用在人類更遠大的目標上面 所以我常常看到這個 這個戰爭經費的時候 我真的深深有一種 有個感受 各位老師 我身為以人類為榮 因為人類是全宇宙裡面 我們目前所知 唯一一種高等智慧生命 唯一一種能夠了解宇宙的生物 各位 沒有任何 我們目前所知 沒有任何一種生物 能夠像我們一樣去 對宇宙發出讚嘆 進來了解宇宙 可是我也深以人類 幹這些事為此 沒有一種生物 源於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所謂的只是互相殘殺而已 你們覺得好賞喔 到底幹什麼 不過這就是人類 好 那麼我想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會對於火星做一些 我們過去太空探射時代 對火星所做的一些了解 接下來跟著就是 我們最新的發現 還有我們在中間使用的一些 太空探測的一些最新的發展 我們就留在下一個階段 來跟各位繼續做討論 好不好 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各位